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就想說下慕容服這個角色 第一次看天龍八步的時候 難免覺得慕容服有點中二病的 經常都說要光復大煙出盡音照 結果什麼都做不成 其實大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慕容家是不是真的有復國的實力 還是純粹吹水呢 先說大煙 應該是五湖十六國的煙 金庸先生會選煙來服 可能是因為歷史上 慕容家真是專門服國的 大家都知道五湖十六國假來打去 國家二三十年就玩完 大家通常玩完就算了 唯獨慕容家不斷擦服國副本 居然有前煙、後煙、南煙、西煙 連樣子都搞個北煙 十分適合這個光復設定 問題是 十六國距離天龍八步六百多年 六百年是什麼概念呀 就是人人說反清復明 你反清復送 這樣說起來慕容家更傻 但是慕容家是戴著大煙國的玉璽和皇帝家抱 即是說他六百年來的祖先 都想著光復大煙 富不過三代 如果早早輩輩都是傻子 而且還可以保持很有錢好好打 哪有這麼好處呀 只可以說 慕容家應該有些底牌 令他們相信自己會復國 冷兵器時代 復國最緊要兩樣東西 錢和人馬 慕容家很有錢 書中形容他們向來豪富 連妹仔都可以住豪宅 而人馬呢 慕容伏四大家將 包不同的那些人四個都是莊主 叫做莊主當然有人手啦 但就未必好多 慕容家應該還有一支暗兵在山東 山東是當年後煙的勢力範圍 後煙雖落於參合波之戰 慕容家家傳武學是參合子 很明顯金庸先生熟讀歷史 怎麼會放過山東呢 這一點不是亂猜的 慕容伯在少男子講過造反計劃 他想勸消風帶領遼國兵馬打大宋 他是這麼說的 慕容是見一支義旗 兵法山東 為大遼呼應 山東和孤蘇格那麼遠 不同省啊 為什麼不是兵法孤蘇 而是兵法山東呢 即是山東有兵 而慕容伯願意為這個計劃付出什麼代價 他肯被少原山殺了自己報仇 沒理由拿一條命來吹水的 即是慕容家有兩股實力 明有孤蘇慕容 有武功有錢有精英級人手 暗有山東兵馬 可能不懂武功 但是人數夠多 只要有外敵打宋國 牽制一部分軍隊 他們就有能力光復大煙了 所以天龍八步裏面 慕容家一直在賺外國勢力 屠博國師救魔智已經在他們那邊了 慕容伏再損西下駒馬 拉攏斷賢興 都是這個意思 可惜 這六百年來的準備 都被慕容伏搞惡了 不是說他復國不成功 而是說他沒有生子還瘋了 其實他最後輸的一場 是就是拉攏不到大理 野心曝光和家將決裂 但是慕容家的錢和人馬還在 留得青山載 你就再等等咯 反正都等了六百年咯 慕容家幾十代祖先不斷失敗 實有些傳人是傭 傭傭不要緊的 平時考試都得三四十分 滿分我不想啦 我老老實實生仔 將理念傳承下去 問題就在於 慕容伏覺得自己是被選中的小孩 他有九十分 覺得自己應該可以考對一百分 就接受不了自己的失敗咯 講開又講 天龍八步過多三十多年就是正康之難 又是起義的好時機 如果慕容伏沒有發癲 說不定還有機會做前射雕英雄轉奸國咯